歡迎收看國伯科拿鐵頻道 我今天是末日生存的第55集 然後今天要來挑戰地堡 就是1.5.3版本的地堡 據說已經改變得變難了 然後官方真的是越來越機車了 因為他把地堡都改得更難 已經沒有三倍輸出 這個改掉OK 然後聽說他把前面的那個雪池路也改得 蠻噁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試一下吧 我目前帶的武器的話呢 都是重型的兵器 因為這幾把呢 都是可以一次把殭屍幹掉 因為有45滴血 然後另外帶來兩把步槍 一把是M16 一把是AK47 再來是兩把手槍 今天的部分會先以過關為主 所以我現在帶的配備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就開始攻略吧 然後這集是預錄的哦 你們現在看的話就是我昨天晚上錄的 好 開始吧 呃 沒有改啊 這邊還沒辦法蓋是不是 哇 真的改得很噁心耶 這已經變了雪池Party是不是 哦 有手耶 靠 這樣有手耶 殭屍的手耶 這好像以前一個電視節目還是什麼的 這是 這是劇 這是斐斐的手吧 哇 他這邊是走路變慢了 完全不能跑了 就是不能夠 對 不能跑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會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應該還好 因為你的575夠強的話 也不用逃跑 這裡的話呢 我先開門 我一樣是在這邊做擊殺好了 對 為什麼我要帶一隻把 錘子是因為他的攻擊力有45 然後初階的殭屍他的血是40 所以呢 我就會用45的攻擊力直接打他 就不用管三倍數 哇 但是也被太遠了吧 你剛有看到嗎 剛發生什麼事 好 這樣的打法的話 目前是無損傷的 不用損血 錘子的話可以自己製作 我這邊簡單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錘子可以用這四樣東西製作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在野外看到膠帶的話 一定要拿 因為膠帶是一個比較不好拿大的物品 他不能夠自己製作 所以你在野外看到的話就要製作 呃 你在野外看到的話記得就要拿回家 好 現在呢 看到肥肥走過來了 現在偷刑應該還是有三倍啦 只是後面就沒有了 聚肥的部分我剛才是用手槍打 因為呢 為了保險起見 他現在應該看不到我吧 好 剩現在 先打這隻好了 先不要讓綠毒液怪過來 好 這個現在三倍還是有的 好 OK 再來就是毒液怪 毒液怪的部分呢 呃 一樣吧 用這隻武器就可以了 三倍一次給他死 我這次就沒有帶那個 呃 普通的刀蟹之類的 就是帶錘子 好 這邊的攻略一樣 一樣可以用偷襲的 先打下面這隻 好 再來就這裡 這邊的話一樣靠旁邊走 不要引到中間走到的 不過你走太過去靠近這個門的話 上面這個門的話 他們就會發現你 他們就會過來追 好 這邊也要慢慢走 哇靠 被發現了 好 OK 再來就是這一隻了 這一隻聚肥我要試一下 可不可以 用原本的方式卡他在這位置 像是可以 我就不用偷襲的方式 因為偷襲的話等下打他 還是會有風險 好 先把他引過來一點 然後這隻要小心喔 你太過來的話 他還是會打到你喔 他隔著鐵網是可以打到人 可以嗎 好 這位置可以 這一隻的話呢 我用這個打好了 好 很好 這個位置還是可以卡 所以你們還是可以卡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玩這個遊戲地堡啊 盡量人不死就不死 然後所以 你今天武器裝備我不夠的話 先不要挑戰 因為目前地堡應該也太難了 然後我之後會研究另外一套就是 如果你沒有武器 沒有很好的武器的話呢 最低裝備要怎麼過 我會再研究一下 然後跟大家分享 因為網路上有那種 打帶跑的方式 可是呢 要試試看 好 這邊機槍應該 還是可以卡這個點 我試一下 慢慢走就好了 然後看到機槍做血出現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一定要準備一把N16或AK47 這樣的射程夠遠 你才能夠一把槍打兩個機才對 然後不順序 好 下面那一隻比較麻煩 因為那一隻 我第一下打他應該會有三倍 等一下我試一下 第一下打他會有三倍 可是我可能會被他打到 會被他打一下 所以你的軍裝的話 一定要先準備好軍裝 軍裝可以自己做 你也可以做那個 特種部隊那一套服裝 好 我先把他關掉 然後第一下打他應該是有三倍輸出 一樣可以用 反覆的打法 等一下 沒有 沒有三倍輸出 這邊打很小心 因為有時候他還是會8人 好 等一下 這邊要小心一點 因為呢 保險起見 我第一次玩 改版後第一次玩 我不想要死 所以呢 我用補槍的方式比較保險 好 這武器你快壞了 等一下我先換這一把好了 因為等一下這邊就會有很多小薑蔥過來 這次是帶了 60個蘿蔔 燉蘿蔔 因為今天帶這燉蘿蔔 是因為大家比較好製作的東西 你去外面收集一堆種子 一個種子可以種出兩個蘿蔔 所以算蠻實在的 這邊的話呢 就一樣打帶跑 我們盡量不要讓殭屍太多隻靠在身上 因為很容易破壞你的裝備 很快就會壞掉了 那一定要注意你的補血 這邊的話要小心不要引到那邊的殭屍 欸 壞掉了 先換這隻吧 好 目前來講還可以 我現在玩得有點戰戰兢兢 因為現在改版後呢 沒有三倍輸出了 所以這代表的一件事就是 你的武器要準備更多 不然要過是很難的 然後我建議大家如果說 你今天裝備沒有那麼多的狀況下 就不要來挑戰了 因為地堡最大的 最好的東西就是一套軍裝 然後AK47、M16 或者是火神跡象 跟機車材料 這些東西如果 你今天帶的物品 超越這些東西的價值的話 那我建議大家先不要來打 等你物資夠以後再來收集 現在這邊呢 已經打完這邊了 好 是這邊有一隻鋸肥 這隻鋸肥的話呢 我保險期間 我是直接用手槍把它幹掉好了 不要讓它有機會 先看可不可以偷襲它一下 因為它有時候會 會走來走去的 有沒有 它走很慢 這邊的話 那大家要等我一下吧 我偷襲它一下以後再用手槍 因為它等一下真的會巡邏 這樣的話可以減少你手槍的 耗損率 我先準備 這隻吧 這隻可以再打一下 可以偷襲它一下 然後上面那邊一樣不打 就照我的方式就好了 我之後會試試看打帶跑的方式 就是有點鬧圈圈 讓它們來追 追的部分呢 就是不打鋸肥了 就是直接 用偷東西的方式 把東西偷完以後趕快跑 然後一樣可以用強制推出 回到上面 好準備喔 這邊要先偷打它一下 好 因為沒有三倍 壞掉之前果然三倍被改掉了 我之前有聽玩家跟我說 就是它會被改掉 這邊的話安全起見呢 我還是跑遠一點好了 因為這邊的血不會影響我的手速 然後劇肥走路比較慢啊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你不要跟它鬧拳拳 就有它打不到你 這邊要小心 這邊要很小心 不要引到上面那三隻 不然我的武器又要消耗更多了 哇現在已經變那麼困難就對了 我覺得這個官方真的太機歪了 他還是覺得說 玩家過得很輕鬆 我再把難度調高一點 可是他沒有故意到 那如果是新手玩家來玩的話 基本上過不了啊 超難的好不好 我自己都覺得現在改得太難了 好然後剛剛記得 如果你的武器啊 它已經快壞掉了 最後一下就變成普攻 所以說你就 最後一下就不要使用了 它壞掉那瞬間 會變得像拳頭一樣 哇 等一下這邊的話要怎麼打 我想一下 這邊不能拖到雪池那邊有點危險 可是我還是得先偷襲它一下 然後再開始逃跑 對 現在造成一個135的損血 如果你有鋸子的話更好啦 因為我今天帶鋸子是因為 鋸子比較難做 這邊先拉遠一點吧 因為這樣的話太多隻 對我來講不太好 對我來講不太好 要注意補血 來吧 打大寶戰術 然後要特別注意後面的具備有沒有跟過來 哇 現在打得很難耶 因為沒有三倍輸出了 我只能夠用 連續普攻 去北跟上 然後我就會鬧角落 唉唷 有點危險 就不要走雪池喔 正到圈圈 正到圈圈走回來 好 聚肥一跟上 所以要小心 聚肥的部分呢 我就會直接用手槍打 因為不然太危險了 我這樣可能會死掉 OK 好 讓他倒在這裡 臭阿肥 可惡家惡 他現在變太難了 好 在最後這邊就比較簡單了 這邊剩兩隻 然後我記得上面的具表會改 會偵測到人 我先吃個補血好了 比較保險 這邊的話一樣先打這一隻 可以的話 看可不可以先偷襲他一下 這隻肥肥怪 我不想要贏到兩隻 要嘛就引一隻過來就好了 好他回頭了 先打他一下 不要發現了 我太急了 記得如果你要拿近戰武器 不要再拿刀子了 刀子打太慢了 你要準備就準備好這個武器 我現在先試一下下面那個警報 等一下我先偷偷過去 先把門打開好了 有危險的話可以從這邊落跑 因為我不曉得 等一下那個警報器 會不會影響到這隻巨肥過來抓 因為1.5.2版本 是不會過來抓的 我先開一下這裡 不要保險 要先把出口準備好 好 先慢慢走 這隻的話 可以不要打還是不要打 因為浪費武器 武器的話 就留著下一次要攻略的時候再打 然後地保 現在很多玩家會說 很不值得攻略 是因為 現在物件改太多了 好我先看一下那隻會不會來 觀察一下 因為我不曉得他改版有沒有改的那隻會影響到 很好 很好他不會發現 那OK 就是很多玩家會說改版後 變很難 那我們武器拿那麼多來打地保 然後到底拿到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吧 對 一樣是一套軍裝 然後兩個補血跟AK47 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為下一次地保做攻略 地保每次拿的話 最重要是裡面的機車材料 然後像我在1.5.2版本 是完全沒有拿到 那個機車手把 很慘 然後油箱應該是還沒有釋放出來 應該是要等地保二吧 二樓 好這隻我看會不會發現 不會 好 這邊的話那 目前來講就比較 應該已經算是過了 只要這邊小心這個電就好了 因為這電 哇很容易被電到 不過這還是會覺得很容易被電到 好可以了 等一下我先把血補滿 慢慢站起來 可以了就是你 第二把機槍座 好這把機槍座呢 知道會不會有打掉 所以呢 等一下我要清點一下我到底帶哪些物件 剛好打完 好跟大家講一下齁 可以帶哪些東西都可以過得了 基本上來講一把手槍 AK不用 我把要帶的東西準備好給大家看 啊我忘了把零件拿過來了 等一下我去拿零件 好 食物的部分大概是40個 欸不用我還沒吃完啊 我總是吃了幾個啊 現在這還有28個 然後我帶了60個 蘿蔔的部分我吃了32個 所以呢 32個蘿蔔 加兩隻錘子跟一隻鋸子 一把手槍跟S6 你就可以過關了 然後我現在要先回去拿那個 零件 所以呢 應該是可以啦 你們武器不用帶太多啦 一把N16 一把手槍 就可以過得了了 照我的方式的話是可以的 那跟之前來比的話 其實差不多 只差別在你的 基本武器 你要帶的是攻擊力比較強的 至少45左右 所以你就有鋸子跟那個槌子可以準備 好我現在拿好零件 我現在準備下去了 然後上面樓上的那個啊 呃 上面的 箱子是不會洗白的 所以說我箱子的東西都沒有不見 很好 因為我想說測試一下改版後東西會不見 還是在的 好最後就要來過啦 來看看可以拿火神機槍 剛改版 這邊很容易被電到耶 電流GG棒 好總理 就是帶三把強一點的近戰武器 N16一把 一把手槍就可以過得了了 其實這次改版應該還OK啦 我相信很多老手玩家還好 雪池那邊你就不要引怪到那裡 那那塊改版的部分 就不會影響到你的攻略 什麼 這麼爛的東西 什麼鬼 這東西都很弱耶 超弱 怎麼都是爛東西呢 又是噴氣罐 然後這個好像是殭屍 卡車用的東西 這一個應該是殭屍卡車用的東西 這一個 大家先留著 我真的以為是直升機啦 因為我真的沒有打過 現在看應該是殭屍卡車的物品 好等一下我再把東西拿完 那這次的地保就過關了 這是1.5.3版本的攻略方式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我下一次會用試試看 有沒有別的方式可以 供略的更好 譬如說用淘寶方式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喔 然後也可以去加入我的部頻道 跟我的Facebook粉專 然後粉專部分呢 貼完這部分就可以在下面貼文跟貼圖 然後留言部分 如果現在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回覆 請大家見諒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攻略完畢囉 我們這次就算是攻略成功 那我們就下個遊戲影片見囉 掰掰